乍看之下就是一般休旅车 但它可是近年韩国汽车大厂 所主力发展的轻能源车款 而日本品牌也同样瞄准商机 如今这全球两大车厂 已经摩拳擦掌 想要进攻台湾的轻能源车市场 只是想推行政策也得先跟着动 这些方案都还在草拟当中 等于说就算我现在引进 这些车是没有办法合法上路的 应该在2024年的第二季 就可以看到有机会看到 轻能源巴士上路 日本与韩国除了把它纳入重要能源政策 也在背后支持补助 像是日本的轻能源车 已经逐渐形成生态系 而加轻站持续推广设立当中 再看到韩国已经有超过200座 加轻站3万辆轻燃料电池车挂牌上路 就连轻能巴士也广布在 20多座大小城市 那台湾呢 现在才在起步阶段 在韩国 其实他们在国会大厦 其实就设置一个轻气站 在整个政策推进上面来讲是快的 成果也看到有初步的这些成效 只是未来轻气降价 全球更广推行 加轻站骗不开花是各国努力的目标 国发会在去年3月发布的 净零12项关键战略中 轻能就排在第二位 预估全球轻能到2050年需求 将成长到5.3亿顿 国际能源总署也指出 2050年轻能运用会大幅提升到13% 成为下一世代的重要能源选项 就是因为它能成为净零叛台 目标的重要关键 用氢不管是燃烧 还是用我们刚刚讲的 透过燃料电池 直接的这种电化学的反应 它的能量转换的过程 都不会制造这些污染物 而看到国内中油也积极 在做能源转型 像是这座的复合站 除了能够加油以外 来到这一区就能够看到 也设置了电动车的充电站 但是在未来的规划蓝图当中 中油也打算要加入了 轻能源政策 也因此他们预估在高雄 要设立第一座的夹青站 中油想担下亲戚攻击者的角色 布局轻能就得超前部署 只是要设置也得先消除民众 对于夹青站安全性的疑虑 目前我们的场子选定的是一个 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 所以在整个的法规 一定是符合法规 而且是优于法规的部分 年底要建制完成要很努力 预估是明年的五六月份会弄好 但是这段期间就要就 我们就会开始进行社会沟通 他可以烧的这个范围 就会比较广 那这个是他一个比较潜在的 一个危险性 但是因为刚刚讲 他因为也容易扩散 所以他不容易聚集 所以反倒真正发生意外的时候 他对人员的安全不见得 是那么的危险 经济部能源署 已经在11月1号公告相关许可办法 中游将提出申请设置夹青站 各已经规划出三阶段的推动 从短期先建立首座夹青示范站 透过轻能载具示范运行计划 民众实际体验接触 让社会开始对他有所了解 中期阶段配合国家政策 2030年巴士全面电动化 再到物流车货柜车卡车等 逐步建立起北中南加青站的网络 而放眼长期规划 当然是朝青能应用全面发展 带动产业链建立情景家园 我们本身就有在生产灰青这个区块 所以目前中游公司在如何从灰青变成蓝青 就是会导入CO2的抓取跟CO2的再利用 跟CO2的封存 利青的话就是要用绿电去电解水产青 那因为目前的电力这个区块在国内还是 风电还没有全部上来 利青这个区块可能还是以后可能需要国外进口 供给来源与成本太高都得一一克服 台湾得赶紧跟上国际步伐 才能朝清静环境外进 TVBS新闻连志旧宣台北报道